支持反克刚的国际骇客组织 匿名者这几天陆续攻击了各个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 而在昨天的凌晨还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政府如果没有在48个小时之内做出明确的交代 将会全面攻击民生网络系统 而证交所也在昨天的中午证实 凌晨遭到了网络骇客的攻击 不过各项的资讯服务一切都是正常运作 将白色的V怪客面具照片配上经过变音的旁白 近6分钟的影片 大啦啦po在网络上说的是骇客组织匿名者的理念 虽不具名却在8月陆续对各级政府机关官网发动攻击 今天凌晨12点50分陆续攻击证交所网站 爱国同心会与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网页 还po出截图宣称如果政府在48小时内再不做出回应 将全面瘫痪民生网络系统 政府官网遭害民众无感但如果殃及一般大众使用的网络系统 包括火车高铁订票系统甚至网银汇款下单 民众实在无法接受 证证院表示已下令资安单位彻查 而且目前已经锁定几个目标 这是网站遭攻击后显示的页面 一般公开的网页要妨害不容易 但资安专家表示网页经过加密的金融网络系统 骇客要入侵得废九年二虎之力 你要透过一些色party的一个云端的房屋架构CDN 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要跟那个维运厂商有签SLA 资安专家表示网络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是百分之百安全 民众要自保除了定期更新密码 来路不明的钓鱼网址也不要随便登入 记者黄历委陈保罗台北报道